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 這一段的採訪為大家請了時事評論員陳祥先生 陳祥先生 你好 你好 老師 你好 各位觀眾 香港的《明報》 恍罪諷刺是被的尊詞漫畫 差不多四十年 過去半年就說香港政府不同的博民追擊 差不多六次那麼多 那麼最新一集就諷刺香港的區議會大幅度改制 昨天又是民陣和千年事務局局長又發文批評 那麼現在暫時收到一個信息 似乎《明報》可能守不住的底線 《遵視漫畫》可能下一期會填行 陳祥先生 你覺得這件事怎麼看呢? 還有《明報》真是真是 最好守不守得住這個底線呢? 專旨漫畫這個長期來都是香港市民 用來發洩對政府一些錯誤政策的不滿的一個很重要的渠道 它在香港已經是有幾十年的歷史 是深入民心的 特別是專旨的藝術手法和政治的敏感度 我相信在香港來講 甚至乎在華人 報紙的傳媒的傳媒之中都是少見的 就是它那個諷刺的深刻程度 還有它這個捕捕到官民之間的那種情緒 那個深入的程度 準確的程度 我相信我這麼說 在華人地區無出其誘 所以它過去來說 是很受大眾歡迎的 但是正正因為這樣 當權派對它是十分之不滿 甚至是怕它 所以自從國安法之後呢 中共呢 中共呢 和這個港共呢 一直都是想千方百計呢 是取締這個專旨的漫畫 那當然 過去來講呢 《明報》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在很多文章方面呢 它已經逐步逐步是收緊 比如說它的論壇版呢 過去來講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很多那些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呢 是在它的論壇版上寫東西 整整一下呢 它的論壇版呢 是變成 幾乎清一色呢 是這個中共的另類的宣傳喉說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比如說這個盧文端這個人 它已經在這個文匯大公有它的地盤了 整整一下呢 連《明報》呢 都開過這樣的地盤給它 就是讓它在這裏解釋這個中共的政策 宣傳中共的觀點 就是這個做法呢 已經是 在文章上這樣來處理呢 已經是有很多年的歷史了 我記得最少都有10年左右的歷史了 就是這種這樣的 在版面上慢慢排除一些中共不喜歡的聲音 不喜歡的作者 這個已經是有一段歷史了 但是對於這個專子漫畫呢 可以說是明報一個招牌貨 過去來講呢 它都嘗試去補這個漫畫 使它能夠不受中共的那個壓力的影響 它以前呢 就是這個專子漫畫 它是任它畫的嘛 現在呢 就開始呢 帶個保護帽 他說這個專子漫畫不代表這個立場 只是為了針片時弊而已 並無意去觸犯一些什麼法律 那已經是在它的漫畫那個專欄旁邊呢 都要加一句這樣的說話 那就是說呢 明報都是想認識到這個專子漫畫的影響 還有在獨自在群之中的那個受重視的程度 都想力保這個專欄是不受影響 但是呢 可能那個壓力實際太大了 那變成了呢 它都是要考慮 要停了這個這樣的漫畫 那當然現在我們還沒看到明報它的正式的消息啦 就是宣佈停了專子漫畫的消息 但是可想而知呢 就是在它的壓力底下 肯定就已經是高層 明報的高層呢 已經是作了一些不利於這個專子漫畫繼續下去的決定 那這個這樣的消息才會是走漏出來的 那如果是這樣看的時候呢 我相信這個漫畫的壽命呢 都可能很快就是壽終正寢了 那專子漫畫的壽終正寢呢 這個是反映了香港言論自由 進一步這個收窄的跡象 因為你文章可以說它是煽動啊 或者什麼 專子漫畫是一個就是 被人發洩一下對這個政局的一些不滿 或者是對政策的一些荒謬的一個這樣的表現 它都容許不了 那這個呢 就是香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 但是這個很可悲的現象呢 其實呢 也都是反映了呢 中共 特別是習近平高層的內心的虛脅 他如果一個人對自己有信心 他不需要就一幅漫畫 他就怕得那麼緊要 是吧 何要記得習近平越來越虛脅呢 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呢 在廣東 廣東省委呢 是發了一些通知 是要求呢 要求那些微信群 微信群呢 是提出一個管制微信群的通知 要這個 要這個朋友圈 淨化工作 自查表 即是說呢 你在一個微信群裡面呢 你要去 你是這個微信群的一員的時候呢 你就要負責去自查 自己去查這個微信群裡面有沒有一些 違反當局的宣傳口徑的東西 這件事就很嚴重 它羅列了七項需要及時回報的內容 包括歪曲否定和攻擊黨史 國史 即是黨的歷史 和國家的歷史 醜化抹黑黨的領袖 和英雄模範 鼓吹西方憲政民主 普世價值及人權問題 質疑全面小康脫貧攻堅的成就 歪曲新發展格局 散播悲觀論調 借就業 住房 教育 司法等問題呢 是散播這個悲觀論調 炒作貧富兩極分化 鼓吵階層固化 侵蝕發展信心決心 將防疫合作等涉外話題 和民粹主義 合藝民族主義交接 造成群體對立 輿論對抗 還有針對中國新冠疫苗的有效性 安全性 公平性 來攻擊默克等 衝擊主流意識形態的言論 你看看 中共那個禁制言論那件事呢 已經是深入到呢 是要你微信的群體 微信群體的每一份子呢 是要要自查 你的群組裡面有沒有這一類的信息 然後呢 是要去公佈 那就是說 叫人完全不用說話了 因為你 人與人之間交往 看到社會有什麼問題 發下勞騷 這樣也不行 但是要在這個 在這個自查表上面舉報 就是這個微信群看裡面有沒有這種不滿情緒 你看一個人 變成很多微信就跟著這樣說 哦 以後我們不用說話了 哦 我們以後吃飯就是今天天氣哈哈 這樣 就是 訪問之後 甚至訪問這個東西是越來越嚴重 正因為內地是越來越感覺到那個民家的情緒 是不可以讓他這樣隨便表達出來 是吧 在微信裡面發一下勞騷而已 都已經是不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理解了為什麼尊子一幅漫畫 會對中共造成這麼大的壓力呢 它只不過是反映群眾對中共 對港共的一些政策的不滿 或者是對一些錯誤政策的一些宣洩的不滿 那它就要遭到這個壓制 所以這個就是表面上 是它很強有力 可以為所欲為 要壓制你就壓制你 要封你就封你 但是呢 這種表面上的強是反映它的內心的弱 如果你是真的強的話 你是不用怕一幅漫畫的影響 從你要禁尊子漫畫 你就看到中共和港共的內心是多麼虛脅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